强勁风势让人战斗战不直 美机台风肆虐全台带来的强风奏语 也造成南市溪原水浊度超过一万两千度 北水处紧急执行停止供水 影响北部地区超过二十万的用户 虽然台风过后原水逐度降低 北水处立刻恢复供水 不过专家对于用水品质还是有疑虑 停水在供水的时候 那个水会产生 水关跟开会产生那个叫水垂现象 水呢突然停了 你看我水在流 你突然停的时候会怎样 会晃 然后就我们那个管子里面 其实包护一些东西 这时候在那边晃的时候 就会把东西给嚼起来 所以很多那个停水在那个时候 水出来是很脏的 不只停工水造成水质堪率 台中市环保局也提醒 台风造成原水轴度飙高 净水场会使用大量消毒药剂 可能导致消毒副产物 三鲁甲碗浓度升高 提醒您开水一定要煮沸 让有害物质能够挥发完全 不过专家表示 有些消毒副产物 得用高密度活性和滤芯 才能有效吸附 有害物质 比如说一些寒乳的乙酸 那这一类的话 你去煮它 它是跑不掉的 不过这一类的消毒副产物 如果是以 这个那个处理的程序来讲 其实那个活性和吸附 它是可以吸得掉的 专家进一步表示 净水器能为台风过后的饮水品质 做有效把关 不过最好能够选购 具有国际权威 NSF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 认证的净水器 让你不怕台风接连侵袭 也能安心喝好水 按理性的黄文之城播会 台北报道 请勿绝 请勿告